大家好 欢迎收看临时随聊 今天我先聊一下马云九 突然在这个观念时候 回到大陆去高调的记住这件事 以及各方为什么对他都特别的厌恶 还有第二个呢 我就聊一下马云回国的这件事 先谈马云九 马云九呢 他其实已经是一个过去的政客了 他虽然过去是台湾的总统 但是呢 他最近几年内 他并没有在台湾发挥的积极的政治作用 真正决定和影响台湾的政治人物 马云九还目前还不能排上号 但这个时候其实很关键 这个时候中共对于台湾呢 是一种强大的武力威胁 各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啊 就台海的局势仅次于俄乌了 他这台海已经变成了全球最大的火药桶了 中共就随时都有可能要入侵 而这个时候美日 还有台湾本土的几乎所有的人 都处于一种极端的焦虑 并且在积极的备战当中 因为拿下台湾对于习近平 习近平是最近十年后 最近几年来突然出现的这么一个巨大的野心家 包括他跟普京急速地走在一起 并且想联盟的这些事 也就说明他对这个世界有多危险 这个时候习近平对于台湾 想把台湾拿下来 对他合法地在中国变成皇帝 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一件事 就如此微妙危机的时候 马英雄突然出面要回大陆去记住 他显然回大陆记住 就表现出一种 要跟对台湾有一种现实的 最巨大的武力威胁的这么一个独裁者 要去 还不能说是和谈 还属于一种求饶的那种感觉 为什么给人感觉一种求饶呢 是因为大陆也没有表现出 任何要跟你台湾和解的那种姿态 大陆对台湾的武力威胁 可是越来越严重的 既然在大陆没有表现 就在习近平没有表现出 对台湾有半点愿意坐下来 退一步和谈的这种情况下 你有必要这个时候 自己凑上去表现出一种 求饶的一种姿态呢 所以台湾因为台湾目前的民调 有将近80%的人士 对大陆是对共产党是非常反感的 他们非常反感 共产党对台湾的这种 日益俱增的这种武力威胁 他们也不 谁也不想变成像乌克兰那样 哪天那个导弹就打过来 那飞机就打过来了 而台湾就准备着 因为台湾只是个非常小的地方 那人口还也这么少 没有战略众生的 是非常非常困难 在中共的武力攻击下 这时候台湾人需要站在一起 所以台湾的独派 或者说台湾的绿营 是没有一个人会喜欢 马云九的这个举动的 那国民党呢 虽然原来国民党是跟共产党 还是要国共合作也好 怎么着 他是统派啊 这么说 但现在他也不喜欢马云九这么做 因为台湾的民意是很反感中共的 谁要现在去跟中共去跪地求饶 那等于是蔡国民党的台 马上要发生的竞选 国民党就更没有希望了 所以国民党对他的这个前总统 前主席突然自顾住的这么做 肯定是极为反感的 但国民党的很多的 要再次在竞选当中翻盘 那就更不可能了 那为什么马云九这个时候 他会自顾自顾这么做 他如果是一个私人的活动 他就不应该这么高调 他私下去 或者不应该选择这个时候去 显然这不光是他私人这件活动 这就是一个公开的政治活动 那政治活动 非常符合中共的利益 那我们说大陆的人应该欢迎吧 那你发现大陆的这个普通人 在网上表现出对马云九非常的亲密 其实无论你是粉红也好 还是你是支持民主 中共的民主派也好 或者说就是说支持 实际上支持台湾的人 大陆非常多人 其实非常支持台湾的 他们都不会喜欢马云九 的这次访问 是因为没有骨气嘛 你马云九在粉红看来 你马云九也是没有骨气的 而且你没用 你跑过来 你影响不了台湾的证据 你跑过来 你不就是骗吃骗喝吗 所以中共的那些 中国的那些青年人都直接 网民都直接把马云九 喊成是臭要饭的 这是直接的侮辱 那我们说中共这时候欢迎吗 显然从马云九到了中国之后 所受到的接待 就看出中共也不欢迎他 中共为什么不欢迎他 尽管马云九这次来 基本上是符合中共的政治利益的 而算是在这就是 公开给中共站台了 算是 但是中共却不待见他 原因是因为现在从习近平开始 他们对台湾都是一种蔑视的态度 他们对台湾其实并没有任何 抱着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态度 他们对台湾的目前态度非常的坚决 因为习近平就是一个最大的战狼 而且习近平非常看不起台湾 在这种情况下 而且习近平在美欧日本的围剿 吃了非常多的亏 他这个时候看台湾 台湾还现在还靠着美欧 美国和日本靠着这些后面的支持 在跟大陆对着干 那习近平可以是火不打一出来 他如果真的有这个本事的话 他明天就给把台湾生吞了 直接吃掉 他是愿意这样做的 所以他怎么可能对你马英九 按照什么正国籍 按照你原来的国家元首的标准来接待你呢 他现在火不打一出来 他希望你马英九跪着进来 他的火都要发在你马英九身上 你既然是一个我的 听我的 你愿意当我的奴才 那我就好好的羞辱你一番 你发泄我内心的愤恨 这就是中共对马英九的态度 尽管马英九在 在做符合中共利益的事 但中共也不会给马英九好脸色看 因为这就是中共对于整个台湾的态度 所以马英九这次去将会受尽的侮辱 但是有一点 我说马英九他 如果他能够在中国不微博客 或是在中国发出一些 中共不爱听的声音 因为马英九有可能会说出一些话 中共现在整个中国的政治环境 社会环境 在习近平的治理下 都就是红色恐怖 而且他不能够容忍一点敏感的声音 像马英九这样说的话 中共也不会喜欢的 但马英九多少少在中共 他还有一点叫做发生的空间 如果在这个空间之内 马英九能说出一些并不符合中共内节派的话 他还会给马英九振分的 就不知道马英九有没有胆识这么做 这个是他还有可能残存的一些积极的因素在里头 也不完全负面因素 但是他会受到各方的侮辱和歧视和看不惯 这就是我对马英九的一点评论 说马云 马云在国外在海外流荡了一年 按照国际舆论来说 评价来说 这个是中国的首富 或者中国的亿万富翁 自我流放的一年 而这一年 中共的态度 对马英的态度 也存在一个急剧的变化 特别最近几天的变化 之前中共实际上是直接就把马云给搞下来了 只是鉴于马云可能还比较重要 或者是说习近平还没有说下决心把他打倒的地步 但实际上跟打倒区别不是特别大了 首先马云在中国的那些资产 基本上就已经剥夺太剥夺殆尽了 马云已经等于说把马云 从他的那些公司里面赶走了 目的就是直接把他资产就攫取过来 其实习近平刚开始对这些民营企业 属于就欲取欲夺了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种态度 而且已经开始抨击马云 叫什么 一金落万物生 就说你这个阿里 你这个马云 你完蛋了最好 其他的人就可以繁荣起来 他带着一种 习近平有点想打土豪分田地 他不光是要拿你的钱 他还想从你的身上挣得政治利益 但是突然最近他的态度就变化了 为什么 中国的经济正在发生崩溃 你没看中共的统计局 最近几天发布那个一二月份 中国的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直接跌了百分之二十几 原来统计局从来不发布 如此惨淡的经济状况 其实去年中国绝对也是负增长 但统计局已经还在这涂脂抹粉 把它搞成了正增长 正增长百分之三年级 那为什么这一二月份呢 就以这个工业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直接跌百分之二十几 这是经济大危机啊 而且你看里面 外资企业直接跌了百分之三十几 就外资就跑了 这是一种崩溃的状态 也就是说习近平正在自己玩得高兴了 他在搞这个打土豪分田地 把中共以这种 以这种瓜分富人财产 或者说消灭掉中共垄断的民营企业等等 以这种民意实质的 直接去攫取了这些大协家的财产 到手的都可以上万亿计了 可以说 那习近平很得意啊 他这个 他不是现在遇到经济问题 他就用这种办法 一方面杀了猪 一方面还让老百姓拥护自己 但是他突然发现他这一套搞不走了 他这一套有可能把经济搞死 这个时候发生什么呢 他赶紧就要起 已经荒不择路了 怎么办 他干不过 他的这一套习家军 他的这些官僚 能够玩得赚经济吗 经济在他们手里面就被玩死了 经济死了之后 怎么办 他整个国家就得垮掉 不是说国家 他整个政权就得垮掉 老百姓这么多人失业 谁会感谢你习近平啊 所以在这个岌岌可危的情况下 中共对马云的态度发生 180度转变 他们内部肯定底下 就开始低声下气的 请马云回来了 其实按照原来的马云 是不会回来的 因为马云知道 他回去凶多吉少 中共就直接就 可以把他抓起来 限制他人身自由 然后把他当成个替罪羊 他为什么现在回去 说明中共对他 开出了非常好的条件 可能东西就还给他 蚂蚁金服上市 然后呢 你可以你的股权 我们尊重你的股权 你再次回到淘宝去 你的这些什么支付宝 这些东西我们也不限制了 而且现在说什么 现在说 那些中共的舆论又开始出来 对民营企业家 能不抓的就不抓 即使你有经济上的犯罪 然后要坚决抵制 什么舆论 社会舆论 对于这种民营企业家的 名誉的诋毁 他就开始 这种180度大转弯 是因为他搞不转了 他想请马云回来 重新帮他们把经济再搞起来 问题是这个管用吗 是马云一个人就能把 中国的经济搞起来的吗 问题 不是在马云身上 而是在习近平身上 该请这个人回来 但是你最关键 让大家信心失去的那个人 还在台上的话 不会有人再回来的 马云回来 资金不会回来的 马云不管用 在这件事情上 但是呢 这个叫做病急乱投医 所以马云回来 中间体现的是中共的绝望 好 我今天先聊到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